我們的主題都會鎖定在台灣的媒體發展 尤其是獨立媒體以及公民記者的 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活動已經辦了大概已經是一年半的時間 它之後也繼續進行 所以我們會探索更多在台灣獨立媒體的現狀 以及發展的一個新蓄勢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獨立網 這個獨立網創辦人 他目前都自己創辦了焦點事件 有一個知名的獨立媒體工作人員 孫瓊裡 孫瓊裡是一個在台灣的媒體界 我會說這個最獨特 而且最有戰鬥力的一個記者 應該怎麼講明為什麼他是最獨特 因為他並不是媒體的科系出身的 他是一大法媒體畢業的 然後很年輕的時候就決定說 我就不當律師 我就要從事這些公共的事務 他認為我要改變這個台灣的時候 我會從事公共事務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透過媒體 把媒體當作一個社會運動的經濟 來慢慢改變台灣人對於一些弱勢 編言議題的認知 所以他很年輕就做了這樣一個 志向的一個區域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媒體人 他也是一個最有戰鬥力的媒體人 所以從他1997年 在那個時候 我們還在透過這個 MODEN在波階上達的時代 他是創立一個網路媒體 古老王在那個時代又創立 所以 不是 21世紀只有才有這個 獨立媒體 在1997年當中創立 下個世紀 下個世紀 從下個世紀 奮鬥到這個世紀 可見的深層 有多麼有戰鬥力 然後 他今年又自己在創立一個 新的獨立媒體 教練世界 我們今天很高級 就請他來分享 他這十多年 在媒體的場域 在運動的場域 在左派的論述的戰鬥裡面 他個人的想法 以及他所構思的未來 所以我們一起掌聲 來歡迎曾瓊李 我們請瓊李先簡單談一下 他為什麼 從97年創辦古老王 到現在創辦的焦點事件 你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要充滿焦點事件 謝謝 其實今天 容許 大家比較輕鬆 你們做什麼樣的準備 那 我想 我想 關卡 我們來教練 今天我剛後面 帶來的問題 就是 我想先傳一個 一個 現在的所謂的 網路發達時代的環境 來搖搖 其實我今天有一點設定 不會太多 然後 希望說能夠 有多一點機會 可以 可以稍微有點對話 甚至於說 今天也 也 到了一個 有沒有可能找 找找尋未來 可能合作夥伴的 一個心態 來 來 所以這件事情 應該想給你們看 大家有什麼想法 OK 好 我先講一下現在 我們 碰到我們這個時代 有一個背景 因為 當一開場 我就想說 上個星期就開始 就 到現在 我先看完下 講 都俘手了 18年 18年過去 的確其實發生一些很重要的 改變 我會 我其實常常會從一個概念 開始談 就是說 以前我 對媒體曾經有過一個 從來沒有被實現過的想像 就是媒體有了第四權 那 最主要 第四權這個想法 是1970年代的時候 已經從美國發生 一個水流事件 然後 然後 突然間 大家 美國人 都是貼真的有的 非常嚴重 然後為什麼會發生 水流 那你會不會錯 那然後呢 美國有一大法官 叫做Stuward 他就覺得說 這個三權分裂的制度 大概是 他不是一段 是一段的問題 所以說呢 他覺得說 應該在制度裡面 去設計一個 在三權之外的 接觸力量 那這個接觸力量 他把它稱為一四權 那 所謂媒體一四權的概念 從特色的概念來 那 你可以看 但是如果有大法官 這個概念 他就會形成一個 一個想像 就是說 媒體是一個 以國家三權 作為藍本的一種權力 所以說它是一種特權 是一種特權 就是說 我可能交付給 給一個機構化的媒體 他們具有某一種權力 然後 然後讓它可以去行使這個權力 避免國家發育 一大一件事 那 但是到了現代 漸漸的這個 第四權 其實講了之後 到底該怎麼落實 其實從來沒有落實過 那 那 也沒有任何的國家 也有什麼法律 真正去實現一個 看起來已經接近國家三權 然後足以和國家權力去適合的一個 在法律上的能力量 因為看不太出來 這樣子 所以一下子又是 其實並沒有 產生這樣一點的東西 那 然後呢 最近其實大概 大概 比較 比較一幾話題的 就是 今年特別是 有關於那個 台北市的 台北區 下來 其實大概 被大家注意到的就是 我們 大法官會有一個 叫做 四十六八九號 四十六八九號 本來是解釋一個 就是媒體跟拍 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 那個 要解釋的這個對象是 比如是社會吧 這個 其實都大概沒有 有限的 後來 大法官沒有請示他我寫 但是呢 大法官 那個 公委唐熙 跟我講了幾句話 就講說 這個新聞自由是屬於 一般人所有 就是 本來這件事情 跟他的解釋都很棒 就是 一般人 新聞自由是屬於 班人所有 所以說呢 一般人的採訪 都應該受到保證 那 當我們做了這個解釋之後 其實 後來 接觸到一些新聞抉擇 他認為說 這世界上面 難得一見先進的解釋 就是說 他今天把新聞自由 判會為 班人所有 就是任何人都有採訪 那 跟蘇爾大法官那個時候的想像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媒體的權力 他是第四權 是集中在某幾個 機構化的媒體 因為其實這個想法 本身 就滿天真的 為什麼說天真 那個 如果說我今天把第四權這種 類似國家的權力交給了 我們媒體機構 然後讓媒體機構去監督 其實 那所有的媒體 其實如果說 大家知道的話 就希望可能 你大概都掌握在幾個 大財能的手上 那 也就是說 把監督國家的權力交給裁判 這想法本身 其實就已經滿 滿天真的 那 但是呢 今天如果說 他不是屬於 某一個媒體機構 或者是某幾個人 所有的權力 而是所有人都有權力的話 他會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一個在 我們在法律的概念上面 突然間出現的東西 就是 他不是歷史權 而是屬於一般人 都有的權力 就是 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做記者的權力 每個人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做記者 那麼回到今天 這樣的一個社會條件裡面 其實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也就是 每一個權力 從特定集中的機構 落到每一個人身上 其實那條件 逐漸的越來越實現了 其實你會看到現在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異形式 最近可能最紅的 最紅的 最紅的一個東西 叫做資料新聞學 對不對 我們以前看到的記者 可能就是 去採訪 採訪完之後 寫報版 然後寫出來 寫出來 今天 你只要 找到資料 把那資料 爬一爬 整理出來之後 也變成一個新聞報告 可能不需要做任何的採訪 不用你的新聞 用資料本身 去做一個 報導對象 那這樣好像 好像不用 因為國去我們所認為的 一大四幾成的公共做 那各位看到那個 公民記者的現象 就是任何人想要寫 他都可以 透過部落格 或者有書 或者網站或任何地方去 進行報導 所以其實 不只是 我剛剛講的是 從法律上面 權力的角度來看 但是從現在的那個 所謂網路發達時代 那個社會 那個背景來看的話 其實這樣的條件 可以越來越多 那 那其實 特別是在網路的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大家如果說 所有的注意的話 我們看到說 現在的新聞量 和產生的量 會不會在網路的理上 那個新聞產生量 非常非常大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過去我們看到說 譬如說我們在電視上 電子門 或者電子門 裡面 他的廣告是插在 插在那個 插在那個 節目跟節目中間 你說你看錢 就看錢 錢給你斷 然後也到剛好那個 那個 一巴掌 要打到一巴掌的時候 插得不到進來 你就等著要給網報完 就去看下方的節目 對不對 那在報紙上面 他是把他的版面 挖出一塊出來 提供給 給那個 廣告上 然後他在上面看網報 那麼網路 現在網路實在 有一點很誇張 你點到一個網站 進去看 欸 跳出來就是一個廣告 然後 你想要去找他那個 插插關掉的廣告 不知道在哪裡按 有的時候 插插還是假 你點下去就變成 幫他點結了一個 那個廣告 變成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說網路其實 網路的廣告 網路的廣告 其實漸漸的變成 這些新聞問題 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生存來源 當然這個地方 就產生一些 很奇怪的現象 我想在大家瀏覽今天裡面 應該有多常常會有 譬如說 現在的媒體 開始 需要大量的生產新聞 為什麼大量的生產 因為我會知道 什麼樣的新聞 會提起大量的點子 所以說 我就亂嗆打鳥 開始隨便亂做 開始一直不亂做 譬如說即時新聞 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如果說大家 看蘋果的話 蘋果 蘋果大概就是被帶癢 每次去採訪 只要到一個現場去 到了 然後看了突然沒有人 在物業桌下 你就開始 那個東西又出去了 然後蘋果現在也有一個錯法 就是 那個都忘記順遲的東西 我今天看到一個現場 然後看到一個現場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寫出去了 到底為什麼還不知道 然後記得 然後去問 到底為什麼 打起來 然後 原來是這樣打起來 然後打起來 寫出去 寫出去的時候 然後就趕快再改 所以說那個 那個網絡就是 不斷的中心 一直不斷的中心 然後 用這樣的 包括標題 包括內容 都是一個不斷的 變化的 所以說那個網絡就 不斷的有人進去看 所以 所以其實造成它 這個標誌 那還有一個現場 就是什麼呢 就是 超新聞的現場 就是 因為 因為 什麼樣的新聞 會被傳破 第一個不知道 第二個呢 別人寫的新聞 我趕快 現在不用記者出去採訪 那個 任何一個媒體 其實都不這樣 大概就會準備 大量的 我不知道這種 詞位叫什麼 有的是公讀聲 有的叫做編輯 就是 在網上看到的 超新聞 到BBS上 到那個 那個 臉書上 所以說 BBS上最喜歡 講說 歡迎記者來操 然後 就是 就是變成大家拼命抄新聞 這樣的現象 然後呢 我今天 我這個媒體 可能會去抄別家 那一個新聞 所以說 當我一個新聞出來之後 可能一下子 可能實際加 每一拼命的抄 抄的結果就是 我剛剛講說 BBS可能丟一個警示書 就寫出來 沒錯 然後它趕快改對不對 但是那個新聞 已經被人家抄了 所以說這個結果 已經傳到私底家去 到我們 然後 然後 到處轉貼的結果 其實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一個現象 其實 蠻重要的就是 媒體現在需要點擊 所以說 我又不知道哪些新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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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就 就產生這樣一個現象 就是我開始搭拼了 那要快的話就是第一個搶即使 搶簡單 要不然的話就是最快就是用超的 用複製 用複製貼上這樣的方式 把它出去 用這樣的一個形式 所以說 這個是現在所謂商業的一些項目 特別是商業一到往路的時代 或者說成真的一個形狀 那當然 現在再加上 兵工具會亂講一個點數 就是各種各樣的社群網站的出現 所以說新聞傳播 我們開始去 藉著個人的廣告一直不斷的 在這些廣告裡面開始流動 其實我不知道演出有沒有做 做這樣的一個數據 數據分析的 就是你今天如果說轉貼一則新聞 或轉貼一個網頁 然後在上面按讚的跟留言的 跟轉貼的人 到底有沒有點到這個網頁去看過 他有沒有做過這樣的討論 他有沒有做過這樣的討論 他有多少討論是 有按讚的 有留言的 或者是轉貼的人 是有點擊的 這個網頁去看 其實不知道 所以說是造成一個現象 那個可能大家會開始到 相對的說 內容很長的出現 我怎麼早點給翻電車讓你撒一點畫面 你再看到最後 為什麼他一定要出現這種不完整的標題 我看了這個標題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那個 這個叉叉叉叉叉叉 結果是然後被電電 這個如果說就有一點像新聞來說 這哪有人下贈你的 那標題 要不然我不對 要不然的話就是 標題跟你們說完一些事情 那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今天我剛才講的那些事 譬如說我在社群網站 在臉書上面到處傳來傳去的這些新聞 我根本不知道他會不會對那些進去 譬如說 我直接 我直接可能 可能譬如說看到一篇標題在講 你這個 紅袖柱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看 我只看到你的標題 我就直接 在下路 或者是短片就開始看 爸幹 或者是 按讚 不管怎麼樣 他其實根本沒有進到那個網頁裡面去 那他沒有進到網頁裡面 這個媒體的聲音 或者是這個網站的聲音 這個廣告其實就賺不到錢 所以說他需要用這樣的方式去 不管是騙也好 怎樣也好 讓人剛進到他的網站裡面去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 新聞的生產開始變得 漸漸的開始讓我們現在往這個時代的一些生效 剛剛說 以前我們可能會看到說 傳統的新聞學有他的文理 有他的專業 有他的工作方法 有他的別別別別別別這些東西 那所以說呢 新聞生產的權利 跟能力大概都集中在我們一些特定的方法 我們一些特定的方法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被解放出來 被解放出來之後 我們所謂的新聞的定義開始發生了改變 發生改變是 生好生壞是不知道的 但是個人在教育的事情 這改變到底會變到什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這樣子改變一直都在發生 沒有一個持續下去 那所以說 剛剛講說 從1997 從上個世紀到現在 然後 這世界20年來 其實大概看到了就是這個整個環境的變化 那 當然對我來說 那個 開始從事媒體的工作 當然說 跟接觸社會有很明顯的關係 因為一直在找尋自己的一個位置 就是 簡單的說 古老網開始做這個社會媒體 他 他在社會運動上面的一個定位是這樣子的 他自己本身不從事組織工作的 那 對我來說 其實 我大概從小接觸社會運動 然後接受社會運動的訓練 告訴我一個 也不不破的真理 社會運動就是組織工作 就是組織工作 就是場所組織工作 那不可能離開這個場所組織工作 那 如何不做組織工作 又能夠從事社會運動 假如說你不從事組織工作 又說自己從事社會運動的話 那麼你一定要做出一些不一樣的問題出來 那麼社會運動的問題意識 從這個地方開始發生 也就是1997年 上個世紀末的時候 開始的工作 工作的主張也在這邊 那也就是說 各位也可以看到的 這個問題意識 或者是說 我希望說在這裡面 所報導 所評論 所呈現出來的東西呢 也就是我今天所講的問題的內容 因為我今天提供叫做媒體的形式跟內容 這個就是內容 希望呈現出來的東西 那 但是呢 其實開始接觸了這個媒體 尤其是 在網路時代中 斷了 瞬息萬變的這個 這個網路環境底下 我發現說 開始去思考傳播形式的問題 第一個 首先在傳播媒介上 網路是一切媒介的媒介 因為為什麼我們講說 媒體的媒體 他今天可能是透過 他的拍報系統 把他的這個 這個媒體的雜誌也好 看過也好 報紙也好 送到你者的手中 那電視台呢 是透過電波 透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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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波頻 把他的訊號送到你的電視機裡面 那 對讀者來說 可能我需要有一台電視 或者是 我需要有這個詞 我才能看到這樣子的 但是呢 所有的這些 不管是文字 圖片 或者是底下 所有的內容 今天在網路時代 通通都可以傳播 以至於說 網路幾乎是 是可以去取代一切 過去傳播的內容 一個傳播方式 而剛剛我所講的 新聞所產生的來源 就是產生新聞的方法 越來越多遠 然後他的傳播方式 也越來越多遠 因此就產生出 各種各樣形式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大概是 我們在交演世界 開始做的一個形式的東西 大家先看一下 這個是 我們那個時候 在做大巨蛋的 所謂的動態 我很仔細的 這個不需要太 我這樣做 我讓他先跑一點 就是 我現在按滑鼠的左鍵 這個是交演世界的動態圖 按滑鼠的左鍵 所以他就會去做一些 我按右鍵就會回到上面這樣 這是在一張大的圖上面 去做移動的 這個 有一個 一個是電方式 好 立體的部分 我就會講 好 就是整個我們在描述這個大巨蛋裡 直到什麼 那像這樣有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動態圖 很簡單的說 他不是 如果說有人那個 簡報有使用過一個 一個網上課 叫Presy PRI EEZI 這個不是Presy 他 他其實本身是一個 叫做SDG的圖檔 就是每一個瀏覽器 大概都一十月 不知道他自己本身 有沒有可能去放一些 是不是 所以說可以去做到這個樣子 那Presy 他是那個 是French 大家知道French 在 現在美國有一個 雙A戰 或者是Apple 跟Adobe的戰爭 那個 Apple開始跑出來 他跟這個iPad 然後 之後的iPad 就要對付 因為 因為其實 類似像這種 這種 這種有段性的動盛 都是這樣 我今天掌握到 一個傳播環島之後 我就希望說 你斷對付 所以說 那個 Apple想要對付 Adobe公司 所以說 NPO就不支援Fresh 那Fresh 等於說 是一個一塊 死亡的技術 那 像這樣子的 我們大概 大概去做出 就是用一個 這個細節 我就不講 它基本上是一個 Open Source 去編輯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麼 我開始做這樣的 一個動態錄 之後 我就發現說 就我膠點世界的照片 所做出來的 都看了那個點 因為的率 大概都超過 一般的 十幾倍以上 然後 那個 開始到處 被出來傳去 然後在演出上 我就看了 就覺得 哇好棒喔 因為 很多人都說 哇膠點世界做這麼漂亮的東西啊 然後那個好詳細好精彩好漂亮 好豐富啊 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後來我們在看這個時候 我就 我就跟 跟大家說 建議大家請拿出 你的手機出來 看一下這個網頁 然後到網頁 然後大家疊疊看 疊了疊 要念 那個 那個單情效果什麼 那樣 就看主見的意思 用你的手機看 上面字看得清楚 後來 後來大家看了之後 就發現說 根本沒辦法看 就是說 沒有用我站的時候 都走到這裡 我當然要把它放大 很放大 才會繼續看 我覺得 就是說 當我用手機 在瀏覽這張圖的的時候 其實不是非常的碎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一個數據 就是 就這個頁面 就是 動態圖的這個頁面 它大概 剛剛講說 是一般頁面 點擊出了十幾倍 那 使用手機瀏覽 大概超過七十倍 那 然後我就想問問 這個頁面具 你在臉書上看到說 教理系列好棒 很多的東西 好豐富 好漂亮 好詳細 好怎樣怎樣 直接 大概講 真的在講 開始 開始會有一點叫 懷疑一樣 就是說 大家其實 是不是真的 真的仔細的看 我覺得它很豐富的 完整 一點點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呢 大家抱著某一種的期待 而這種期待 什麼 我希望用新的形式 來去瞭解這件事情 我希望用新的形式 去瞭解這件事情 那 但是呢 這個形式 是不是真的是它瞭解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我現在在講一些 我教育的時候 那 其實我知道 就是說 但是大家對於 新的形式的期待 這個期待 當然我們 我們要怎麼去分析 它這個講起來 可能很複雜 也說不定是 這個時代 大家不想要看我的 所以說 假若說 我希望看到新的形式 其實 其實這個只是反應 它對於文字的念義 有可能只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新的形式 是什麼 不知道 那這個 第一個 剛剛我講的就是 第一個 大家對於這個新的形式 是有所期待的 去期待看到那個 表現形式 那第二個 這樣子的表現形式 是不是真的有效 其實 我也會很不要被念書給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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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要 得要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說 在焦點事件的討論裡面 我覺得 本身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 就是剛剛 剛剛誘到說 為什麼 為什麼離開福利 然後台下登台 但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 我大概這幾年下來 一直希望 做到的事情 就是 剛剛前面談到說 因為我本身的出發點 是希望說 能夠 就描述 或是對出的內容 去談個 關於社會運動的東西 那 社會運動的東西 其實 尤其是到了現在這個年代 那個 我記得 1980年代 1980年代 1980年代有三個背景 有三大方在運動抗爭 就是 那個 路綁港港 路綁 都把 購金安如清 跟共良安合私 這是這三大 我記得那個時候 以前路綁有一位 環保的老 叫人家年輕運動吃 那個時候其實都 都在談說 對 大家覺得說 那個 那個 路綁要到路綁來設置 那些保險的東西 大家也不知道 然後 不管是公司 那些證明 都沒有做說明 然後大家覺得 不爽快跑出來了 然後 那個時候 是從立法 這個 反正我去抗議 可以施壓 施壓的時候 一直抗這個成功 那 後來 那 那開始 我們出現了一個 一個法規 叫做環境影響 領估法 環境影響 領估法 開始要去做環境影響 領估報告 然後或者這樣的 厚厚一點嘛 每次出來 或是幾百月 上千月的報告 我們各種各樣的專業 然後這東西一講出來 跟你講說 這個通常都很危險 我們如果說 依照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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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的評估 他這怎麼樣 怎麼樣 他講不大 那聽不懂 那聽不懂之後呢 你還能說他危險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反正 我們如果專家講 我們當然不會 沒辦法 好 接近的環境運動 就開始變成 本來是大家覺得說 你要開硬核化學口 然後那邊 大家上街頭 不要讓他看 到後面是說 那不然的話 你到環評會 你來聽聽看 環境影響報告是什麼 然後接近 大家聽不懂 最後呢 環境運動就變成在 那個 我都開了一下 想說在環高層 一時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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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運動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要抗爭某一個東西的話 你去參加那個環評會 然後呢 所有的環境運動 只通通變成專家 他不可能變成專家 因為不管我怎麼跟他對話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指出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風險名顧有問題 我怎麼樣指出你的 你的數據有問題 我怎麼樣指出 你的這個假設 你的模型的問題 我必須要進到你一樣的研究 你現在會發 可以 那 那 勞工的部分也是怎麼樣 以前 以前老闆欠薪水 我們就商界對方 現在老闆欠薪金水 他到底能不能違法 你還要找出他違法的法條在哪裡 你必須每個都變成法律專家 才有辦法去對抗 我不知道 這個社會越來越文明 到底是 進步還能推文 但是呢 這個社會一直往前面走的結果 就是使得越來越多的衝突開始 有他的 他的在制度裡面的 的一個解決方法 而這個制度裡面的解決方法 讓每件事情變得很複雜 那複雜的結果是 所有的對話通通其實都在 在專業者之間進行 這個東西真的非常有麻煩 我比如說 大家去擔BOT 剛剛看完那個圖 那種正常的 這樣子的東西 BOT 是什麼東西 那個約又是什麼樣子 那個 那個一切 本來那個 那個要拿到他們的會議紀錄 都拿得到 我們現在的會議紀錄裡面 在討論的東西 其實許許多多的細節 其實已經不是社會大眾 所能夠的了解 那 社會運動其實碰上 這樣的一個 一個處境的時候 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我剛才前來講了一個 有多個 我自己所受的訓練 社會運動其實就是 草根組織 那麼草根組織 就是要讓更多的人來參加 不是到環島組合 第四會議室 你們這個第五會議室裡面去 這樣子的運動 應該就是要讓更多的人來參加 讓各個人了解 了解什麼 了解他屬面對的對象是什麼 了解他自己的利率是什麼 了解他必須要透過自己 跟他自己 穷重的力量去改定自己的利率 那來解這些事情 結果 他不是要去了解 而且我現在這個空氣裡面的PM2.5 對人的傷害到底是什麼 不只是這樣子的東西 而變成 那 可是問題是說你能夠 不了解這樣子的東西 而知道這天明日是怎麼回事嗎 就變成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那麼 怎麼樣去把複雜的東西 變得簡單 所以會變成說 現代的社會運動裡面 非常不便宜到一個問題 那 然後再來的話 社會運動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非常容易被切割 非常容易被切割 就是 人工人運動 變成工人運動 環境運動 而且不同的工人運動 跟環境運動 彼此之間也很難相 很難相聯繫 那麼 怎麼樣去劃出這個領域 好比說 將來在2000年 2002的時候 全台灣從北到南 有一波的環境運動 不像你們衝的一波環境運動 因為從北到南 全部通通都在反對文化 為什麼反對文化 是因為 那個 你們開隊是前市長 跟那個時候 當環保署長 推動的一個 一切是一文化的政策 那每個縣市通通都在 都蓋文化了 那我所使用的數據是 1999年所做的 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那個 所有的智庫 都會一起做 做研究的邏輯 就是這樣 就是台灣的 好比說 用電量 台灣的什麼什麼什麼量 它一定跟台灣的GDP 跟自成正 所以說它的假設就是 台灣的GDP成長 跟政量就會成長 所以拿出來那個數據 來看 如果1999年 台灣的政量會多少 到了2002以後多少 2005年會多少 到2015年會多少 所以GDP一直成長 那個質量就會越來越多 那好我們就說 哇這樣看起來的話 每個縣市都要自己 處理自己的熱赤 不能夠送到別的 別的縣市去燒 對不對 自己的熱赤一起燒 對 不要送到別的縣市去 所以說每個縣市都在 那結果呢 它所依據的屏幕是1999年齡 1999是台灣歷史上 就是最多的一年 1999年是 GDP繼續成長 跟這個質量有什麼相同 為什麼 因為是有回色嗎 然後 支援回色也是環保守推移 然後一縣市一盒化 也是環保守推移 然後一縣市一盒化也是環保守推移 非常地討論這件事情 好 那全台灣各地 因為一縣市一盒化政策 所以說全部都開始在環保守 然後呢 各種各樣 光外露雨的現象發生 譬如說 大家知道 最理名就是 GDP的環保守 那個張文衛 有沒有 那台東的環保守 也是BOTR 那個BOTR跟 各地的商量簽約 簽約約到台東 台東號 台東號 台東一年的垃圾量 差不多就是 呃 比如說 是100萬噸 但是他蓋了一個300萬噸 然後呢 然後呢 在BOT的契約裡面 限中保證 提供他7成的垃圾 那就是這樣保證 保證你提供給210萬噸 但是我一年只有100萬噸 那我剩下110萬噸 那怎麼辦 那保證垃圾量 那結果你想想看 結果一定是這個 我一路復起來 一路復起來 一路復起來是誰的錯 台東一年是誰的錯 你再跟我先契約 要保證我垃圾量 那所以現在你看了 我的話路燒不起來 那怎麼辦 台東現實 我們都賣回去 所以台東現實 在鄭博依以前 去下去把這個 弘浩如搞成一個 防導科技園群 很好玩 你不知道要幹嘛 正是弘浩如的時候 留下來的這個位置 我剛剛講這麼多 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 一片全面通通都在 弘浩如 這個所謂的全面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有的時候是 這個運動起來了 然後呢 這邊還沒起來 這邊起來的時候 這邊已經下去了 把弘浩如運動全 全省 全國沒有辦法串聯起來 沒有辦法串聯起來 因為 第一個在政策面上 在政策面上 這是一個政策 都造成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說 反弘浩如運動 始終很難 從一個群眾的運動 把它拉成一個 針對環保守護 人家推動的一切 是很好運動的 全面的反鋪 很難 這是一個肯定的 那其實 更不用講說 它後面 比如我剛剛講的 BOT 那個基本上 銅號為一個結構 那個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說 大家特別去注意幾個東西 有一個叫無電廠 一個叫鎖 一個叫銅號 一個叫銅號 基本上都是這個 所謂的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美國、法國、英國等 河南 被淘汰的 的一些科技產品 因為 廠商都已經 資本都已經成立了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東西 我又不在 在美國都不要帶銅號 所以說 基本上 每一個銅號的案子 都是一個在地的 土建跟 零建的資本 跟一個國外的 積電資本的結構 它有一個全球化的結構 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剛剛說 連好龍兵都挑戰不到 任何況去挑戰這個全球化的結構 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 其實我剛剛講了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在運動上面 太多太多的 複雜 技術 所謂的專業的東西 開始出現 第二個呢 我今天如果說 跨過不同的運動領域 來去 來去控制到 更大面向的東西 然後 以至於 讓運動可以 有所拉伸 這些東西都是問題 然後 所以我剛剛說 跑的不是一個 為什麼是主持運動的人 主持工作的人 那麼起碼我要多做一些事情 多做的事情 其實可能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累積上面 可以去扮演 這樣子的角色 可是 那既然我要扮演這個角色 對我來說 我需要面對的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問題 如何去把一個複雜的 專業的 然後 這個專業可能是假專業的 這個複雜的可能 其實是假問題 那 如何可以跳出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運動 不同的具體的抗爭 來去接觸到更大的東西 然後去思考這個運動 往往什麼地方變更大 這件事情 這個工作 可能不是一天到晚 在經營組織工作為所做的 那麼 做為一個社會媒體學 去做這個東西 那 很清楚今天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工作位置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任務之後 你就得要去解決這樣 所以說我沒有回過來 為什麼開始去做什麼動態的圖 然後搞這些東西 要去思考所謂的 形式問題 那 不要落落疼寫一大堆的文字 文字可能沒有人看 那大堆文字都非常業務 那麼 有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可以去把這些東西 用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接受 那 這個 這個其實是 一個基本的工作 也就是說 大概在 補勞往這個 這個十八年來 其實大概 整個定位上面 其實我覺得 首先 應該要做的是 這種事情 那 所以說 焦點事件其實開始的時候 這個問題是 也是這個樣子 對 其實今天發現 好像 遲到的事情 有很多 這個 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大概在 有幾條線同時的在進行 就是這個所謂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 infogrape 你都不知道 像大家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 我現在在寫一本 關於年紀的書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圖片 其實是書的內容 是書的內容 這個 年輕的書裡面 其實有大量的品牌 譬如說 新自由主義是什麼 然後這聽起來 就非常恐怖的一個題目 然後怎麼樣去把它 給變成一個 就這麼多內容 一個比較簡單的圖 然後讓你去 去了解 這個 對 這是這個書 然後 像譬如說 譬如說 大家看到的這個動態 就是 那 然後 對 這個動態 也是 然後 譬如說 這是一條完全失控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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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張 也就是這篇文章 我 我 因為其實 開始在思考很多 有關於 什麼樣的 表現的問題 有的時候 會 先講圖再講圖 然後 整篇文章其實 只是它的 譬如說而已 那 那 類似像這樣幾個東西 那 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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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 這個動態 比較簡單 所以 其實開始在做 做這樣的 分析 我剛剛說的工序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編輯那本書 那 那本書呢 年輕的書其實一開始 也就是說 因為 大概接觸有關於年輕人 已經提到的事件人 那本來 本來相反簡單 就是把它寫出來 那本來再寫過什麼 你就發現說 好像不能只用文字來表達 需要用非常多的圖片 那麼在 構思圖片 跟實際上製作圖片 包括說兩個 編輯跟美工 那每個禮拜都在堪位 每個禮拜都 大概都需要把一些概念 很清楚的傳遞出來 然後產品圖片 然後再回過頭來修 那然後呢 在交遠世界裡面 也有一個 固定產品圖片的 那個 整個的工序 然後類似像這樣的影片 可能就是在報道裡面 延時需要的時候 就 這個是我畫的 或者是這些都畫的 所以把它給做出來 所以說 我們在思考 就是各種各樣可能的形式 然後 能夠去把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熱步 然後 把它給完成 這個其實是滿做到的一件事情 好 那 如果說最後要回到古勞網來講 就是 為什麼 一看古勞網 我覺得 有一個部分 就是我一直 對我來說 這樣子一個工作 其實是 它的狀況性能來得到 然後我一直想要去完成這樣的工作 那 在古勞網那個時候的團隊 因為其實古勞網沒幾個人 找了一個在星際裡 一個整個團隊的團隊 所以說 在那個時候的團隊 所以我 不太覺得大家 有這麼把心放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 可能想做的事情很多 譬如說 有關於論述性的東西 對於論述性的東西 就是興趣 是大部分有關心的東西 然後 大家其實 對 我今天希望說 用各種各樣心的形式去 做更多的嘗試 其實 我覺得要先解釋一下 古勞網團隊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說 我不是古勞網的頭 那 那突然間 頭沒有 會怎樣 大家有發現說 頭沒有人會怎樣 因為 其實古勞網本來就是沒有頭 它是一個 一個 點平化的組織 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是蠻特別的 就是 古勞網裡面 任何的事情 通常都是共一共絕 那 然後 那個 整個組織的發展 也 有資源也是共創共創 就是 大家 基本上是大概一條 旁邊已經決定 再來的話 其實是 我剛剛講說 事務共利共權 支援共創的東西 那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沒有老闆的組織 那 沒有老闆的組織 其實 換句話說 就是每個人都是老闆 每個人都是老闆 也就是每個人都需要 就他的精靈去做一些事 那麼 是不是在這個團體裡面 大家都有 平均的分擔 這個組織 如何運作 發展的思考 跟分負 大家是不是有真的 真的投入下去 這個部分我也覺得 大概是 古勞網這幾年下來 是不是能夠發展出 這種平均的分擔 這樣一個責任 我也覺得有些問題 那 那 我剛剛都做了18年了 那所以說 後來就決定說 好 假如說不是這樣 你們做一下訓話 那我是不是讓現在的團隊 去發展出 他們自己的要求 然後 也許我走 我離開 我離開的時候 大家可以更平均的 去 去承擔鼓勞 這個責任 讓他重新再來一次 那 因為 因為我剛剛說18年 18年假如說 他是一個小孩 然後 應該要有投票權 對不對 所以說 修憲還沒修過嗎 他應該要有投票權 所以說 他未來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幸福的團隊 然後去發展 那麼 有些事情 像譬如說這樣的東西 我離開之後 其實我剛剛一直說 我再找學 新的佛樂粉 年輕輕的伴 也許可以來找學 多新的東西出來 那這半年下 其實也的確發展出了 一些貼心的可能 這個是 目前的一個 目前的一點點的發展 不過我覺得 現在還是很多事情都要嘗試 因為我剛剛講 譬如說 剛剛看到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 現在的團隊 大概除了我之外 大概都是 是 其他的工作 要不然就是 在學的學生 要不然就是 有個聯合工作的人 那麼 每個禮拜開之後 然後開會之後 做分工 又怎麼樣怎麼樣 那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 譬如說 因為普勞網民大概主要是 JV News 每天在跑社會的行程 會做這樣子的報導 那 我們 是不是要跟普勞網民一樣 那 有人在做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要重複製作為 那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發展出 譬如說 專題事 這個也是我以前在普勞網民 這樣想做 但是發展不出來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的問題 但是呢 又是在這樣 一直不斷變動 然後每個人今天每個禮拜 狀況都不一樣 有的人這個禮拜很閒 有的人根本 根本這個禮拜 麻煩過得了行事 都不能做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看怎麼樣 讓這個組織可以運作 這些人可以去open line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做組織的工作 可能我們剛才說 你要做培聽的 有可能不做組織 那怎麼樣去找尋 新的可能性 怎麼樣去找到 他自己的工作方法 然後跟這群人景的 做的方式 其實都還在摸索 這個是我畫的 假如說 我們要兩個禮拜 要做一個專題 你看我們裡面的內部 通常都要用畫的 對不對 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兩個禮拜要做一個專題 的話應該要怎麼樣 那個時候再想 應該要有什麼 那個步驟啊 程序啊什麼的 然後 定了這個步驟 是不是就能做得出來 也不知道 所以 大概上面 我不敢說有什麼明確的答案 但是很多事情都在嘗試 那個 給我們小朋友 都講得太多 我想說 用大家來 來做多一點 看看大家 希望知道 精神的關係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 創辦人的陳露熙 基本上在學院接待 也是一個社會主義 傾向比較明顯 然後在創立很迫 那以至於 陳露熙在過時之後 那個 立爆 後爆 然後體質轉變 四方爆的轉變 所以 原本的 陳露熙設備的大將 全都離開了 全都不在 那 從離開開這一步 十幾年的媒體的過程當中 當然 他今天講就是說 他創辦了新媒體 他從內容裡面 跟實質裡面去探訪 那其實 很多 人在離開原本的媒體 其實一開始的衝突點 很大部分的內容 對於我們經營這個媒體的目標 我們到底要報導什麼 要寫什麼 要寫什麼東西 會有很大的價值觀的衝突 以至於 會有出走 會有創辦新媒體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 也跟陳露熙講 包含雙方對於形式 如果 其實形式在 邱靡的觀點下 應該它是一種 一種工具 一種手段 我如何用這種新的形式 更有效的貫測 我原本設定這個媒體的目標 因為在邱靡的設想裡面 他的媒體的運動性也很清楚 他是要很清楚 他要deliver的價值觀 他要報導的世界 那 之前跟邱靡來哲人 演講過了一場 他講的 他基本 他的左派的概念 因為那場的演講裡面 邱靡就跟其他幾個 在中國、台灣的左派 幾個學界的人物 在討論到底左派的定義是什麼 那邱靡說 左派一定很簡單 因為我記得的金河 壓迫在哪裡 左派就在哪裡 所以我今天看 左派 就看現實生活 權力關係的壓迫 在什麼地方 那就是我比較關心的東西 那所以 我相信 邱靡他的思考的問題很清楚 然後他 真的這幾點在摸索 就是我如何 用得到新的方法 新的方式 新的形式 來更有效率的 達到我們的目標 我相信這是他不斷的 媒體實驗的 一個出衷 那我記得 簡單的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邱靡想要 把媒體當作運動的經營 就是不搞組織戰的運動 用媒體的方式來經營 那 這到底能不能成功 那可不可以請 邱靡分析一下過去 去苦勞勞的經營 就要一點時間 你覺得那種 不搞組織戰的 媒體運動 那 如果達到他的效率 但是 我現在在做不只是搞媒體的 你搞十二運動 你也都在商考競爭問題 如果讓一個 運動能夠可成可絕的經營下去 會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有折五 這樣例子好了 折五 其實經營已經 經營已經要滿五年了 那每年呢 每年大概就 呃 現在全台灣 就有好幾個據點 有固定的在舉辦折五 現在在 世界各地也都有折五 在進行當中 在美國的芝加哥 紐約 巴斯坦都有折五 在進行 那折五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 一個 運動 基本上 呃 沈青凱在創辦折五 的時候 他想把 他運動來經營 但是他是一個 有草根 有土質的運動 然後用最精簡的人力 可以讓他一個長科學的經營下去 所以 回到 我的關懷人 今天套勤的事 那 兄弟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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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說 能夠做到一些比較裝備性的東西 譬如說 如果有什麼興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最近我們寫的 文革的 文革的文革系列 那個 希望說能夠彈件比較 結構性 也比較大的一些東西 那 嗯 然後能夠去 去彈 彈它 比較 比較 不容易在社會裡面 直接出幾個東西 由於舉個例子來說 那個 最近在跟 國道社會人抗爭 我們從來都差不多 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國道社會人抗爭 後來提出 廢除的領域 這樣有什麼大問題 那個 大家知道 因為國道社會人 本來就是屬於 政府的約定 人員 然後他們對約行的聯聘 所以說 政府到時候 如果把這個 社會家都關掉 然後讓他們走 因為他們是聯聘 所以說 很多年有解誤 這些 就是不續約 這樣而已嘛 所以說 對教徒來說 他們是沒有解誤 所謂之前的職業 那 那當然 政府利用這樣子 因為 收費站成 或是免費 這是一個常態性的工作 那 政府帶頭的 用這樣子的定解契約 去聘常態性的委員 這個其實就是規定 那 那 那 誰說他們提出 廢除約聘 後來我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廢除約聘部之後 你對於政府用人 是不應該怎麼看待 因為 就現在的 那個 那個 政府裡面的一種叫做公務員 再來就是約聘部人員 再來是臨時人員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叫人派遣 然後國外幫忙 你今天把約聘部這個拿掉的時候 你是不是主張增加公務人員的緣 你是不是要提出這樣 如果說要提出這樣 當然這個主張 非常具有正義性 那個 大家知道 我們 中央政府總 總員和合法 你們直接做 很少看到哪個法律 直接把人數寫在裡面 就十七萬多人 就直接定在裡面 就是說 公務員人數 不要增加 好像 是符合這個社會期待 那如果說公務員人數不增加 你又不要用約聘部的方式 難道你屬上這裹外包嗎 這裹去任务化嗎 這個很顯然 有不會是 是這場運動所希望說 達到的方式 那麼 你就不得不去 回應到 又不要變成公務員 又不要變成公務員 又不要變成外包 那麼 他要用什麼樣的型態 去做 那甚至於說 那你還要再回應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 同樣的事情 在政府 有一部分的人 是公務員 有一部分的人 是 所謂的 勞基板裡面的 那個 那個 他們是常務 所以算常務性 是勞務員 做一樣事情 有勞務員 有這樣混亂的體制 這樣是一個 你覺得可以贏嗎 那如果說不可以贏的話 他會拉到一個問題 我們整個文貫體制要怎麼去 要怎麼去思考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現在公務員 基本上不適合 不適用勞基板 那麼 有沒有可能 我們把這一條界線打掉 像譬如說 課文節上去說 公務員工忙對不對 開始那個 所有公務員都開始緊張了起來 但是那個 是不是叫勞工局長 沒有太想要去 去老九台北市政府 好像沒有用 沒有台北市政府 不適用老金吧 好 那 有沒有可能讓國務員 適用老金 好 那 這個東西會牽涉到你 對於 對於這個整個政務體制 甚至於說 你對於 國家應該要聘用多少人 他應該怎麼樣聘用這些人 他後面已經連接到你 對於大政國還是小政務的想法 所以我今天講 國道收費 你的抗政上面 我一拉上來這麼多東西 到目前文節上運動 我還沒有碰到 任何的 但是其實 有被停在一些的 報導 一些評論 開始去思考 或者在談這樣 那 我剛剛所說的 不是說我很厲害 而是說 我沒有做主事工作 所以說 我多出來想 我該做什麼事情 我該開始去思考說 誒 有沒有可能去 在這邊可以拉出什麼 那 那 剛剛講的 講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你今天在工作上去找尋 這樣的一個定位 這是一個部分 那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開始說 誒我們是不是 開始去做 比較專業性的報導 你會分析 或是這樣的一個分析 但是馬上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 當你開始把利息放在這邊 你朋友在討現的時候 你就突然間 覺得跟世界脫節 那個 像我前一日子 在做大陸 唯一系列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 下定決心 我這個東西 不寫完 我絕對不去跑卸了 結果那一個禮拜 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禮拜發生 發生滑解大根 然後發生哈列斯 等抗爭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 我就坐在店長裡面 看到說 哇 今天本來變成這樣 但是我就是忍住 我不喜歡化作 我不去 但是問題是說 你發現說 你跟整個的 賣的問題 就是斷交 所以說你要怎麼樣去 去 去重新 其實我覺得 跑線那件事情 就是到每一個社員現場 去接觸去認識 去了解 去訪問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對每一個具體的事情 的了解 跟掌握 對你拉出每件事情 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為什麼我會講說 報導性的工作 對於整個工作來說 是非常關鍵 對不對 這件事情 所以說整個工作 必須要在 是 必須要透過這樣子的 一個機制來完成 但是很淺 當然 我發現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剛好說 我嘛 然後是現在找了幾位朋友 但是自己以為 可能都不是專職的工作 那最大的問題是 可不可以無法 做什麼事情 那個 那個 因為在苦勞網 會覺得說 你起碼有四五個記者 大家可以在那邊做 但是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那時候 不可能做到所有的工作 所以說 未來 焦點時間要發展 成一個組織的 機構性的媒體 一定是必然要 要總結條路 這個 這個我剛才講 是跟社會比較關鍵的東西 那 至於說 它的生存 就是大概再 也在討充一下 就是苦勞網 大概從二人 到五成立協會 所以我開始做小文的地頭捐款 在那個之前 其實大概 沒有什麼人 在做這件事情 我記得 剛開始我們說 我們間接的把所有的 因為在那個之前 比如說我們的收入是 都是我的媽媽 在交網站 交網站之後 那個收入就是 就是不要網的收入 因為 因為那個時代 因為我剛才講說 數據機的時代 大家認識朋友 會加網站的每幾個 特別是在社會擴張機 有一個圈子 你知道有人在法洛普 然後他可能會加網站 就會跑來找回家 所以 那時候騙很多錢 實際上 實際上 都自己亂弄 弄出來 但是後來 這個技術 其實越來越專業 越來越專業 所以說 後來發現說 不能再騙人 騙人下去 做到越來越多 那 然後呢 當時其實 蠻多的結合 其實它的生存方式 大概都是靠近岸 譬如說政府的補助案 什麼樣子 可是當中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第一個當然 你是環保署 你當然跟環保署抵案 你是勞工團 你跟老委會抵案 可是 可是 你跟你的抗議對象抵案 對 這就有一點毛骨的心存在 那 然後再接下來 好 就算是它不會影響你 那 政府的案子 其實背後 其實就是大約的 繁索的行政事 包括 俄羅斯 什麼東西 來常常做假報告 好 就如此類 那 到最後 NGO的技術又是做法 假報告的技術 就 這樣子好像也很奇怪 就是 你提了一個案子 政府給你一百萬人 到底你真的賺到那一百萬 還是你這一百萬 其實都會請人去做假報告 我也不知道 好 然後最後 就等於說內耗 所以說其實大概 04、05年之後 我就有一個主張 就是說 我不要靠案子 我也沒辦法做網站 就一度就是要靠 跟社會對話 然後透過喜歡的 跟絕訪 這個東西來養合 這就是什麼事 那 我一看是蠻早開始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 十幾年下來 在我離開土耀王的時候 土耀王每年的 貨管計額 跟超過2005萬 然後有大概四來月 就得病人選房子 然後每個月的病捐 是18萬多 大概 大概達到這樣 其實還沒有達到一個 幫錢再多都不夠 就是 但是起碼 你可以做到 你可以都接管這樣 的東西 那其實這年頭 好像 小融幕還突然到行情 連那個卡的山 都不容易 那 我覺得其實現在 越來越有這樣 很多環境 就是說 媒體跟社會對話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講說 網路的商業問題 其實有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大家看到 這麼多 廢行人出現 這個當然跟整個 現場網路 新人的 搞到形態 跟形態的關係 那 你今天如果說 不要依賴商業 或是不要依賴 特地的 擔憂的金主 那麼 我會認為 小融幕還這樣 一個方式 其實它也是 一個運動的方式 就是 它必須要去面對社會 教練事件 現在還沒有成立協會 所以說現在還沒有開始 做一個定格選擇 它就是要做這樣 那 所以說 這個部分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說 這個部分是 剛剛講的 第一個是它跟現場 社會有關的關係 社會有關的 社會有關的 第二個就是 媒體作為一個 它自己的身體 也是去 一個定格的關係 當然這裡面 就會限制到說 你的身份 有關的關係 譬如說 你還是覺得 一定會有影響 那我常常看完 要有我小融幕 兩次來 就對了 一個月 你就會不會怪 然後你看 我要捐嘛 對不對 有什麼來不及的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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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樣講太過分了 就是 但是問題是說 當你開始分散 這個不管來源 你也不會受到 不管來源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 你的說法 就可以知道 媒體作為運動 如果要成功的話 其實不需要 讓我們看看 樂體給人 很多不負責 那 一直被承受到 開始 要開放大學 什麼時候 時間有時候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個人捐款 不只還是可以個人捐款 但是 那個 而且現在沒有辦法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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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所以還是 有 媒體 要讓大家 推動這個運動 就成為一個 一開始 瓊裡那時候設想 這個 第四權 能夠 堅入這政務 但是這個第四權 不是一個主計畫的 不是 傳統的財產保持的 這樣的一個媒體機構 需要大家的支持 所以 請大家 多多的 支持我的教典書 可以跟大家分享 跟他討論的教典書 那 今天 只用你跟我們分享的這個 就很多 他一直都會心目中有些的問題 想要 想要討論 想要欣賞 所以我們經常 開放 各位來提 先 修集幾個問題好不好 OK 好 老師 我給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好 老師好 我真的想先回應一下 其實我們 我們自己覺得說 我們哲武其實並不在說幾次 沒有 那我們哲武是什麼 我們哲武就是一個很鬆散的一個組合 然後 我是想問一下就是說 有關於 比如說像是一些那個 恩 因為其實這幾年大家都一直在講公民記者 那其實之前我有跟一個那個 就是記者朋友 那他真的是超級拉都是記者 那他 我們是在想談 當然有一些就是說 專業化的問題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 教理團隊是怎麼樣去看說 公民記者 然後跟 恩 因為現在一般記者感覺上 有時候不是很專業 可是如果說公民記者 他們是可以怎麼樣去 就是培養他們 就是這一方面的專業度 專業性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議題 我覺得我們好多議題喔 然後 嗯 常常都我們好像就是 就是這個議題現在講完了 然後 很少就會有人去做一個 後續的一個追蹤 那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去多把這一些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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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後續追蹤的一個東西 我們 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我們去關注的一個部分 而不是說只有 關注在一個 下 當下的一個議題這樣子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我補充一下 熊里本人是非常專業的 請各位 因為 聽他剛剛在普世議題裡面 他長期都會點跑性的 這樣的訓練 大概知道他的專業度 然後 我附帶一個訊息 就是 台灣最有公信幣的新聞獎項 叫做卓越新聞獎 那熊里應該已經得過兩次了 OK 所以他已經經過台灣的 最有公信的新聞 機構 認證 非常專業的 不管是評論人 或是新聞記者 這張非常重要的獎項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從剛剛的演講就是 應該目前想要成功交易的事件 是因為就是 社會運動為議題專業的話 所以對於外來講的話 就是可能日記人 他們進入的改變 然後對內文化 是各個社會黨的聯繫也變多 所以我自己聽起來 我會覺得 家裡的事件神經不一定 好像是希望利用 對他覺得 這個技術 或者這個呈現形式 然後讓社會這個議題 被更多人看見 那可能剛好也看到了這個機會 所以想要嘗試看 在看似人都可以發生的網路 然後用新的形式 讓更多人聽見 那我現在想問的一個問題是 焦點事件 是打算影點所有主要平台嗎 就如果到時候 比如說 因為一般目前大家的做法 可能就是會先把資訊圖表 就直接放在那個貼文的時候 那他如果在放短網時的時候 這個找回來了 有那樣的比喻 可以講一下 有做過這個詳細嗎 就是 我會想知道 因為其實 剛剛孫先生在討論的時候 也一直在討論說 就是很怕把議題簡化 然後其實可能 根本也沒有引起討論 就是雖然 他的可能點閱是很高 但是到底有沒有成了 就是第四空間 整個討論的 鬧中的公共空間 可能也是有帶上去 可是我在想說 如果能夠看得出 他那個倒回的流量的話 是不是就還有機會去看看 這些東西 這大概是我的問題 孫先生你好 那首先就是關於 我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是關於那個 焦點事件的資源 來源的問題 那剛剛孫先生有說就是 焦點事件大概可能 跟普羅網一樣 公司裏採小貨捐款的方式 可是我在想的是 有沒有辦法很多創造 一個更好的環境 然後讓非常多心理記者 或者是對像很多新聞傳播學生 對新聞業還很影響 還有熱情的人 能夠願意來到 焦點事件這樣的媒體 讓他們願意能夠 收到好的待遇 然後一起去帶小群子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像現在獨立媒體非常多 包括新頭的公傳媒 然後上下有明報 那就想 就是我覺得這些議題 好像在那些媒體上也看得到 那就是想說 就是說在創這個 焦點事件的時候 是我想過他的定位 和他跟其他女力媒體的序格是什麼 不可以 我剛剛說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有點混乱的時代 就會對媒體來說 因為其實媒體有工作在擴展 剛剛講說集中化的媒體 然後B-4全 對不對 這可能是我們 在某個時代的媒體機構 他自己可以做方式發展出 某一程度 都有專業性所要 那當然這個專業性 可能在某一個時代裡面 它有时代性的结构性的定 比如说所谓的公正客观 现在这点对我去对我来详细 在新闻学界里面我们在讲这些东西 其实公正客观的重点 其实在于新闻的大量产生 那个其实我们以前 我讲说以前我们不上一世纪的事 就是以前我们学新闻学的都会说 写新闻不要夹旭夹义 夹旭夹义在更之前 夹旭夹义这个词 其实在讲这个文章写的好 我不知道他不是说他文章写的坏 夹旭夹义就是又描述东西 又去评论的东西 夹旭夹义是说 它的意思是说 你一篇文章可以把东西讲清楚 然后你的议论就可以议论清楚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功力 那后来夹旭夹义用到新闻学上面 会很一批 就是说你在解报导的时候 不能为自己的理解 那但是其实现在 这个所谓公正客观 都没有人信了 那但是新的意义是什么 还不知道 起码你不是写的东西是真的 这个是一个理由很重要的事 那但是写东西是真的就没问题 可是问题是说 你要写哪些真的东西 比如说一件事情这么多 你要挑哪些事情来写 不要写假的东西 但是或者是说 你不写假的东西 是不是你就可以表达真实的 这些不是很大的问题 这还是带着我的意思 那这种专业我觉得 在发展 比如说刚刚讲 我今天要写上一个 是一个资料新闻学 资料新闻学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然后呢 我记得 因为有时候我看到 激励力的朋友 在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有意思 比如说 激励力也有很大的一个期望 你把那个 中央政府一种预算适合化 有没有 或者今天把各种各样的预算 做成各种期望 有大的有小的 然后做出来之后 大大小的气泡 哇非常的滑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气泡比 这个气泡大 到底代表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那么滑丽的一个预算 一打算来看 这个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 然后我们看到 哇这个这么大 这个这么小 这个到底这个小的 是不是小的不好 这个大 是不是大的不好 确保问题的意思 我就变成说 这个东西会有点难做 好 那这个所谓的专业 会需要说 我今天可能会对 政府公布本在哪些 自己使用上面的轻重大小 可能我需要对公布这个事 对特定的公布可能 我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人 可以看所有的预算 所以大家是想想 还不错 但是今天 比如说 我今天是对社会的预算的使用 特别有什么研究 我可能会进来看到 这几个气泡 他都不要把人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今天其实 Code Group的专业代表着 我可以怎样 熟心的去找到 在这么多事情里面 我需要预解什么 我需要知道什么 那我觉得这些专业 是重新在那边变异的 也就是我刚刚说记者的动作 其实开散出来了 开散出来之后 就不像过去是一个 这么单一堆的事情 我觉得乱与乱的好处 但是都会是在不错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待发展 而且任何发展系列里面 都是专业的 那所以说 是不是以脸书作为平台 我当然不想 我很讨厌脸书 你知道吗 那个我真的希望脸书有一点倒 赶快倒 因为又快死也好 我问题是说 现在取代脸书的东西 比如说比如说 Instagram Instagram 贴照片 那些都会取代脸书 我看有没有更可怕 Instagram 连相互都不能做 对不对 然后你只能贴照片 连电脑都没办法用Instagram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脸书如果打的话 取代它一定是更为轻薄 玩笑的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问题是很大 可是问题是说 不要说做实验 我们因为前一阵子 沟通没有清楚 就是文章上去还没贴脸书 因为我们公布文章的连记 跟贴脸书的连记 是两个人 结果那个人公布了这篇文章 然后这个贴脸书的人下午 大概只有五六钟 他才把这五六钟头 一阵连记都没有 所以你没有贴到脸书上去 等于没有发表 那篇文章是根本没有发表 就是现在已经 已经恶意到这种情况 该什么派人 我不知道 那你常常建议 我觉得 但是我没有做 就譬如说 我今天可以 实际上 因为这篇文章在 某人海底 的点击数 跟它的初级录 在脸书上面 脸书我们直接上初级录 其实可以做一个比较交 还没有做过 但是呢 就我初浅的印象 也落差会很大 那当然这个需要去好好讨论 就是他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落差 譬如说 有的文章 他在 我假如说是用那个 点击数除以处击数 有的可能比较大的 那时候在想 他为什么很大 我怕没有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有意思的 然后 怎么也很摆脱远书 不依赖远书 就是大家 可能有办法 可是我有没有提醒 你的过程 就是因为我最近开门 然后 我自己真的 因为我也 我觉得现在可能自己 就是如果是小兵 那我最大的问题 是很难把文章 再导到真的网站里面 就是在台湾的状况 是这样 可是我发现在国外的 可能就我不知道 甚至会不会喜欢 那些所谓的大美金 而且每天 我最近在看到 国外的媒体 他们是 我发现他们的进行的是 他们也是安转网站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 算他那个 导过去的量 但是 他们下了标 他们只会想标 因为推特只能打 140个字 可是跟台湾比起来 台湾是已经 就会把导演 就打完了 所以你有时候其实看完导演 你也不需要再安排 原本的网站去 所以我觉得 因为生日可能 还是只是希望透过 EvoGraphic 然后大家知道 这个完整的优秀价格 所以我觉得 可能在设计上 很好注意一下 这个东西 好 最近自己在玩推特的经验 这个也是 这个真的是 所以说 不要穿不起 一天的网站 他那个标题 也是有学的 为什么标题 是用演天的 作为节目 他不会把真的 但是有的时候 会那么火大 对啦 那标题完全在骗人 你没东西 你没关系都没有啊 可是你还是没点过去 对 你还是点过去 就是你很愤怒 但是 你要点过去 你才会很愤怒 对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大家 要不同的一起想办法 这真的是一个 让人觉得 很无可待会的习战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 那至于说 资源的问题 我觉得 土耀宏 大概是 大概是 现在台湾的媒体 你们第一个很清楚 实施加入 或者是 因为土耀宏 的薪资制度 是这样 叫做自爆公认 就是 那相信 你不是做那个媒体 而解 然后 第一个解到的就是 所有的媒体都没有做上下班纪录 没有上下班纪录 怎么会有 加班这回事 怎么会有工时超过这回事 或者不知道你做的东西 那 土耀宏 从头开始就是做那个 比如说你今天工作的时候 就是自己洗 自己上去填 自己上去填 也不用上去 那个 那个欠罩欠罪 自己填 所以说你每天工作 多少时间也是很清楚 那 当然 你自己填 填完之后 这个叫自爆 那然后在参会的时候 大家会讨会 所以你这个花生 就是这样 就是在做什么 就是这样的功力 那 那福耀宏是这个制度 我在实施了加班纪录之后 还包括说什么 包括休假 如果休假 比如说 上班 还加电 加电的工资 然后这些东西 整个东西弄下来 其实福耀宏的所谓 现在 现在的记者收入 大概 其实一个人拿三万块 是没有问题 甚至于说你如果在福耀宏 我都看完家里想说 福耀宏的记者 你去看看主融媒体记者 其实福耀宏是什么样子 一个 因为今天一个网络媒体的记者 那比如说 那些什么 ET Today 那种 特别压榨 一天其实要 可能十几天金融 福耀宏的记者 一天没有产生到一天金融 对啊 所以其实那个落差 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说福耀宏做到 像一般主融媒体 你去讨DAVID的记者那些跑 你到四万块都没问题 那你说 你说 刚刚跟我们刚讨论 那些问题 就是说 独立媒体的生存 这件事情 其实我不太觉得说 这个问题现在 现在其实渐渐的朝下 一个更多可能性 就是他 他有办法自己生存下去 这样的问题 那时候 当然可能我不是只有四个记者 所以是一件 当然很多话 那 但是呢 我不觉得这个环境 其实 呃 呃 我 我大概 对未来的行为 就是说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职业 那未来的职业 就是可以来这个 然后 有OK的心血 那我不敢说 跟业界的心血 那 那 那 我觉得他 越来越是一个选择 就是 刚刚我在讲说 他们未来是看不到大大的 什么 没有那么 那么光 但是问题是说 我觉得 已经渐渐可以去成为 一个 可以去实现 一些想法 但是也可以 两个人也不可以 我想 我觉得 而且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共同 帮忙创造 对不对 就是帮忙吹头一下 对 对 就是把这个东西 整个环境给创造出来 我觉得 未来所谓独立典体里面的记者的生存 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真的真的需要 需要他做为一个专门的职业 不用 不是专业喔 专门的职业 做为一个专门的职业 可以去养多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条件 逐渐能在心上 好 那 但是没有 有的事情呢 就像我刚刚讲说 就是有的事情 可能也没有这么的 也没有这么的简单 因为其实 我觉得 也许他我去的地方 这个环境要大家一起创造 包括 你做记者也要创造 就是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来到这边 我就好好的做记者 就好 不如去管基因的问题 可是 其实在福岡里面 不是这个吧 就是 我觉得大家要一起去 一起去做 一起去思考 那问题 那 我顺便评一下 就是说 这边三月的时候 日本那边 那边是可以有一个 研究员 发展完 但是他本来写信给我 我就 比如说 本来他爱你不懂 日本人 大概要来访问 有什么想法 我本来 看错了 研究生理 然后 然后 日本人 我又不会讲英文 然后 日本人讲的英文 又不可怕 对 后来 后来我发现说 好 你们面对 我后来讲一首金片子 下午一跳 他们VD我来办 他都在HP研究部的部长 然后 HP研究部 他说 他们那个 研究部有两个部 他是比较小的部 80个研究部 然后 比较大的 那个是 研究科技的 100个部 研究部 所以他说 不知道 研究部 他就说 来台湾特别要找我 为什么要找我 因为他说 他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协销 就是 他特别就认为韩国 中国 台湾相反 这几个国家 他发现 只有台湾 内容生产的国内内地 特别的国家 就其他国家的所谓独立 英尼亚都是平台性质 就是我今天架一个平台 像譬如说 韩国 韩国的 欧曼运时代是水平 所以我架一个平台 让大家学习 然后把他们投上来 或者是说 香港的那个 英尼亚 也是平台性质 很多写作者 其实是运动者本身 因为其实 香港的运动 香港没有什么多的运动 因为 因为那个共产 大了什么多县舍 关门前处的地方 然后环境 就这么小一个地方 环境运动也 有不顧事 但是香港其实 市民运动特别 我特别是 文外的画评论 所以 所以运动者 都很危险 都很遗憾 那相反的 也是在平台性质 可是呢 在刚刚讲的这几个 而包括日本 什么都没有 他讲日本也没有 内容的服务 也没有 台湾的服务 但是呢 在这些国家里面 只有台湾 内容的服务 以内容生产的主要 我觉得 特别的服务 他认为 这里面 非常重要的座位 就是 就是他 拜明跟女朋友 那角色 就让他出来 Tingo 就警告不到 所以他特别要来做研究 而且 他觉得说 当然 HK 对这件事有兴趣感 有时候 HK想要尝试 或是想像 因为他认为 这个是未来 运动到他们的方向 因为 HK 我不是知道 HK 号称之日 的公共电视台 有时候 号称 当然 所以 国家的力量 其实是不在乎 跟台湾公共电视台 虽然说 HK的资源 可能是台湾就上百倍 但是问题是说 日本政府还是不在干预 那么 那么对他来说 其实 诶 这个可能是未来 独立媒体 就是媒体 不要讲独立媒体 就是说 我们可能曾经把 把 由国家来经理 或者做文化的 你当中 你很希望 这样子 那他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 对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事情 也许不要 另外一个 旺自北 我当然不能太多乐观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 逐渐的看着在其他 那 那 那 希望存在的未来 很多 所以说 我就常常来讲 因为 我离开古老王 当然很多人 都会猜测 有很多人 很多人说 我是古老王的定权者 那可是不是要退 要古老王拿卷交易的时间 我刚才说 不要 不要 我希望我们是 能够 拓展的 不要说 我去挖它的 然后 就把老王挖到 然后 变成钱包 那很难意思 对 能够 能够去做一些 这样子的开拓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能够把整体做大 然后 然后 对 我觉得这个 也许在我们 在未来 在对我们的动作 这会是一个 英文的重要事 发现 好 再度回谈 大家有个问题 要提问 可以问他一些 很深入的 很发暴的 也可以 可以 这个 前凭还是被他讲的 Juicy的东西 蛤 没有 谢谢 有没有问题 好 一位 第一位 第二位 OK 好 第一位 我想请教一下 主将这 那个 所谓 独立 这两个字 啊 呃 跟 呃 不被包养 不行 你怎么样来 理解这件事情 呃 经济的来源 你一个资助 到底 长情的赞助 这样子的一个传媒 算不算是一个包养的方式 那 这些 对这些包养者 呃 他到底是 真正的奉献的付出 还是你想要从中 窮到什么的利益 也就是说 呃 在这 这个 焦点事件所 所做的报导 对这些所谓的 获献者 还是包养者 他 没收到了 他的 不知道错 没有 呃 你对这些 这些 这些 赞助者的 呃 呃 立场是 呃 我完全 独立于 你的 至今的奉献 是不是这样子 请教 各位关心台湾 独立的 发展的 贵婷大家好 我觉得台湾这个媒体 媒体 媒体 对台湾人民的 独害 跟民主的发展 已经到一个瓶颈 需要来改变这个媒体 那这个传统媒体 又受自己整个 资本主义 就是说 大老板在我们控制 那新的媒体的 这个系统的产生 还不够完备 就是说 整个新闻 新闻的内涵 它怎么跟 现在的这个网络科技 来连结 建立一个新的系统 台湾并没有呈现出来 只是说在 资本上 它是多元的力量进来 可是整个运作 还是跟传统媒体一样 这样的力量的形塑 太慢了 现在就是说 整个新的媒体要 在FB 整个网络科技的应用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连结 的一个生态 而且打破广告的这种 看广告不用钱的概念 看广告可以赚钱 那让广告主上媒体 不用钱 那这样的话 媒体的那个力量 就可以透过 读者的这种互动 来建构一个新的力量 来划解传统的媒体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应该 超像一个新媒体的 运作模式来形塑 不是说在资金上的 那一点点的切割 那个力量是不够的 谢谢 好 好 那 各位可以再想一下 我们有什么问题 请 请 请 其实我好像他有没有讲过这个部分 就是说 呃 我们会不会受到 出资者 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出资者 其实也就是捐款者 那然后因为捐款都是小的 而且分散 其实 说实在的 我对股的话 我有些什么定额捐款者 都搞不太清楚 对 都搞不太清楚 就是 就是 我也 我也懒得去记这些 然后你说 你跟我讲说 你是捐款者 然后很多的写人 都不觉得不爽 不要求 其实我不会有什么 对啊 那 我觉得起码在这样子的东西 我试 Also 我试境都不会受到 所谓的 蔬资总绝捐款者 太多的影响 那你说绝对没有影响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 因为 有人跑来uest 我罗航 Bree 讀灯的 后安语 到后院 我会觉得说 好 哪里做错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這樣的影響相對之下 單一的數字者要少 這個是現在運作的一個原則 那當然其實現在碰上一個 我覺得大家其實可能要去看一下 現狸的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有的所謂的獨立人體 每個長相其實都不一樣 我見得都是這個樣的工作 那其實我覺得有一些 例如說風傳媒體 風傳媒體就是一個很清楚的商業獨立人體 那為什麼會理論問題 那或者是心頭殼 那商業形勢運作 那或者是說非商業形勢運作效能 其實大概都是走向小的 非商業的形態 但是其實我得要講的東西 我覺得蠻重要的是沒有錯 就是眼前現在這些小的獨立人體 這樣子也有點做形式 雖然說我覺得未來路會不會來又換 但是它寬到一定的程度 是不是可以回應現在整個人的現象 覺得還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 我不認為獨立媒體 會有這些小的媒體 是現在具有 也起碼眼前 然後是具有替耐性 也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傳媒媒體 或大媒體感覚這件事情 它還是必要的 也就是今天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它並不取代媒體感覚的問題 並不取代對於這個大資本 對於商業媒體的批判 並沒有辦法取代這些事情 原室的東西還是非常重要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想問一下熊利 就是說 從苦勞很久以前開始 然後在網路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然後後來現在我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非常多以生產論述為主的媒體 包含有的是雜誌 然後到網路 然後有報紙的Io網路 然後現在電視的Io網路 好 那所以苦勞變得好像是網路上的其中一個 那你現在開創了一個新的焦點事件之後呢 你預期將來會一起進到這裡 競爭的會是什麼樣子的 現有的主流媒體 謝謝 謝謝 結果說因為我覺得焦點事件 一臉堵塞的回饋 就是說 我之前看了一帶一路的那一整個系列 然後其實我覺得感覺非常好 非常容易 但是很奇怪 這並不是因為圖 可是圖讓我覺得看那個文字很順 但是我的圖沒有看太久 但是 就是說你開創了一個新的形式 跟以前苦勞 我覺得全部都是文字那樣子的 就是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閱讀上確實有差 可是我要問的問題是說 當你開創了一個新的形式之後 這個形式是可被複製的 所以以後你預期是怎麼樣的 其他的媒體會用這個形式來 跟你一起在這個形式的 表達的領域裡面 請這樣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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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的時間其實它漲量更大 對啦 那我覺得我一直在試 一直在想 看到跳上這樣做的東西可以做過程式出來 這個是有問題 所以我會幫我回答一下 但是我覺得是 得要損失 所以我這邊去做一個課 然後我剛剛那邊看那個 讀音原理是什麼 是 對了我剛剛不曉得你講錯話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讀音原理是什麼 那個 那個 我都常常開玩笑 因為 因為古老王出生在獨立媒體的 史前時代 因為 那個一般來說獨立媒體 也會有人說是美國的 英尼迪亞 也就是美國的獨立媒體 在1999年的時候成立 英尼迪亞人最主要是 西雅圖跟班達爾提供的運動 好 那那個時候全球的媒體都會 都會報場 不然就一直報場 然後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好我幫你自己搞獨立媒體 所以說創立了 那個獨立媒體 然後獨立媒體 這個詞 從那個時候 當然要出來 那 當然其實所謂獨立 掛在我們一個名詞 比如說 獨立音樂 獨立電影 獨立XXX 然後都有各自不同的定義 那獨立媒體的定義是什麼 說實在的我也不太知道 然後突然間有了獨立媒體 這個名詞之後 就突然間很多人說 我是不是媒體 那然後有了公平記者的時候 突然很多人說 我是公平記者 我也不知道我是公平記者 那 那所以說 講習慣了 然後 就變成常常這樣講 那到底什麼是獨立媒體 說實在的人 所以 我會覺得獨立跟媒體 這兩個字 是那個循環定義 沒有媒體 如果不獨立 發生做媒體 那 所以說 我不知道 就承認我剛剛講錯話 我 我不太知道 什麼叫做獨立媒體 那但是呢 如果說 你要去這樣子 就我剛剛前面 談下來的半額的話 像副創人會的事情 還是 還是 還是以這個 在網路上面 以廣告點擊 去做為它 最主要的 營利跟生存來源的時候 反而也就看到 其實 我想 我想現在 現在主要的幾個 網路商業為例 就是 就是網路原生商業為例 大概 最大最常被看到的 就是 通常的 或者是 關鍵評論網 網 其實其實講到 關鍵評論網 大家都浮現 一定是可以抄 批評抄 那 當然關鍵評論網 也有 有內容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生產 有一些東西也不錯 而且問題是很強 可是問題是 也是抄得很兇 為什麼他們會要 得要抄 就是明明你有 你有內容的東西 為什麼還得要再抄 就是因為要靠 要拼電子 那我覺得 這樣一個商業 發展下去 會 會 會很奇怪 因為譬如說 心動人很喜歡 超免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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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被人家罵人 然後說 會被人家吵架 那這樣一個模式發展 我覺得 起碼我們不會 譬如說 譬如說 上架油不會 譬如說 黃色不會 譬如說 不會這樣 因為其實 起碼我們不是靠 這個東西來生存 那 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當然我覺得 點擊的壓力也會有 沒有什麼難看 但我會覺得很傷心 但真的只是傷心 沒有傷荷包 還好 所以說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子的 一定做發展模式不一樣 所以剛剛不想不講一句話 需要解釋 我的話不能外講 好 這根本沒有問題 一個問題 阿修有需要提個問題 好 來個問題 很好 就是我有剛才四個問題 講 第一關節很簡單 只是 很好奇的是 在那個 在編集會議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隨便說 怎麼樣的議題 是我們 最過去的需要 去追蹤 然後 看你剛剛提到就是 你們好像有 訂大概兩三個禮拜以後 然後 然後把一個新聞 議題一樣的套餐做出來 那後來之後 我們這樣實行後 還是在 小拉罐的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想問一下就是 作為一個 國際媒體 那你們會想說 跟國際的關係 或國際的定位 有什麼興趣 然後再來是 就是 苦澳網當中 成立的時候 大概 才是造成18年 那好像 會不會覺得是一個意外 然後居然可以走18年 就說 覺得很合理 就是一台版 這樣 那你覺得像這次 雕點出發 對差不多 就是很細心 然後這回 可是 剛剛你有指教說 其他國際的 有一些是 比較平台式的 然後的一些 平台 讓大家來做它 那台灣呢 就是有 特別就是有 比較 對內容的一些 服務媒體 那像這樣子的 茶餅 你覺得 你有什麼資格 我覺得 最大 謝謝 有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好 好 好 那 我必須說 雕點世界 目前的運作 都還很 很初步 那很初步 當然 當然 一部分的原因是 因為現在 除了我之外 其他都是幫忙 性質 那個 當大家都是幫忙 性質的時候 那些東西 可能就 就很難去找到 一個走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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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其實現在 幾乎所有的東西 譬如說 怎樣決定 其實是我們就出來 那在 沒有其他的條件 可以做這種對話 因為大家 並不在做 什麼樣的工作 也就是說 我剛剛說 日常 跑線 然後去接觸 所有的這些設備 場合 會產生一個 一個 一個想法 就是 譬如說 我接觸的這些東西 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值得 值得去做 更多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還蠻豐富的 譬如說 我現在就會想到 說我下禮拜想要 其他 一個 這個 克文哲 在講 公辦都跟小孩 才會想到 後來不見了 公辦都跟不見了 那 truck文哲怎麼在討論 公辦都跟這些事 因爲 なく後會段 會發回兩個 包括大概 плahlke 這些事情 可以去做 那這東西比較是需要去調和 那目前在這個組織裡面 其實大家一定有共同的 對話的條件 所以說現在我提 現在專題要怎麼做新的 那但是呢 未來這個組織的變化會再去看 因為如果說 譬如說大家跑線是可以在共同的時候 就會有共同的外套線 這個是目前長的樣子 那你說 就說是不是兩週真的能夠產生能量 當然沒有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希望再調 譬如說我們本來講一概一步的 也要兩週做出來 後來做了六週才把它做完 那當然因為這題目太多 沒有太多 那種太多你就不要做很大的題目 就做小一點 那就開始怎麼樣去把東西變小 然後譬如說我現在講說 就是定死這個形式 因為譬如說 如果說你是一個雙周看的話 你死都要兩週出來一個網路認 那你現在講 但是問題是網路好像沒有上一個限制 你就覺得可以來啦 那如果說你現在把它定好 定死了 我們再說一次 那我們只要去調整看到內容 那這個也會添入到這個組織怎麼樣 在 那跟國際的關係其實 還沒有煩死我 我覺得好多事情 我覺得很多很多的包補 都該代辦事下 在我紀錄的地方 我會講一個東西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1月份的時候 到外星園 看到一個社會保障的老公會 然後那個時候 大概去過十幾個 在長山小陽出山的 做勞工接二的朋友 大家知道 在大陸做勞工接二其實還很困難 像那個去的那裡 有時候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 那不是中國啊 應該是地方政府 就是廣東那邊的政府 突然間對於這個勞工人Gio下手 這個下手就是把你抓起來的那個人 然後跑去找 那些勞工人Gio的防洞 然後威脅他們 可以把防洞租給他們 結果一下子 整個深圳十幾個人Gio 突然間他都不知道怎麼會 大家都在哪邊搬家 那就是把他找這種東西 好 那然後呢 那一次去的十幾個 然後說 結果好 然後知道 他知道我去了 然後就問說 哪一位是普洞王的搜尋人 然後我就說 對手搜尋人 然後我又不是普洞王 然後他們也跟你們問一樣問題 你們為什麼一看普洞王 那時候我就很驚訝 你們不是中國在牆裡面嗎 什麼 普洞王 你們怎麼會知道 然後其實他們想辦法 想要翻牆 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又覺得普洞王 沒有感覺 然後 然後他說 你幹嘛要找我 他就說 他就在想 他覺得 他覺得深圳非常需要 什麼 需要一個像普洞王 這樣子的兩組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們來跟你討教一下 怎麼樣在深圳搞的普洞王 然後我就問他 那最後情況說 如果這樣講的話 他第一個被抓的就是 對 你們真的確定要做這件事情嗎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 一定程度上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 內容生產型的媒體 在社群裡面扮演的角色是 普洞王其實這幾年 跟社群 當然 有改錯所有的社群圈 跟普洞王其實 建立出一個 他知道普洞王扮演的角色跟定位 然後會覺得說 我需要這樣做 這種 這樣的位置 我覺得 還蠻重要的 好 我要回答的是 我關於國際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 我發現 包括說 在香港的朋友 在中國的朋友 甚至我剛剛講 NHP 對 就他們 他們 其實看到了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說 半年要消失跟虛種 那其實 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然後 要去做國際之間 跨額之間的創立 我覺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們有看 代入國藝系列 裡面特別強調的一些事情 整個亞洲的 整個亞洲的 工藝階級的聯繫 這件事情 在現在的 大陸國藝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怎麼樣去突破 我們國界之間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反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剛剛聽了的話 我就覺得很沉重 這是我非得要做的事情 非得要做的事情 那 那剛剛也講說 其實除了台灣之外 其他國家 還有 不生產為主 其實並不多 那 甚至於說 其實我到香港去 很多香港人 去香港 對香港公會 跟香港的社區主持 工作者 也說希望 香港有福牢 所以香港人 也有 音樂 不要害我 但是他們覺得 音樂 跟福牢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甚至於說 怎麼樣去 拉這些 這種地方 都會產生出 類似像這樣的 其實都是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工作 那 然後 有這樣的東西 出來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點這樣的 創意 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非常推薦各位 各位回去看 《焦點事件》 他做的一系列的報導 就是《帶入國異》 這一系列 我覺得寫得非常深刻 你可以看到 從你思考這個問題 你的深度 其他能夠 盪到細節的 這樣一個功力 這可以說 是《焦點事件》 的一個名創的代表作 各位回去讀這一系列的文章 你會知道 《焦點事件》 在我們目前台灣 獨立媒體環境裡面 會是這樣的 重要性 以及未來 不可限量的潛名 因為你看了之後就知道 他絕對跟 我們剛才講的 那些獨立媒體 都非常不溫柔 那個power 絕對不是在 騙點期的 一些文章 OK 當然我們希望大家 多去點擊《焦點事件》 的文章 就不只說 不要讓 求你繼續的傷心 OK 讓他繼續有飄飄的感覺